现在的小朋友科业压力越来越重 相对书包所背负的重量也是不在话下 现在厂商针对学童设计不同年龄层的户籍书包 让不少家长为了孩子的成长都会再三比较 人体工学来说它比较服贴 对 而且我觉得满惊讶 就是以前它的书包提起来都很凶 但是换了医保之后就是一样的东西 但是它提起来相较的 不知道为什么这感觉比较轻 它的自身又比较好 它的这个肩带比一般 以前我们的那个还要厚这样子 对对对 户籍书包的使用程度也获得家长的支持 厂商在周末也特别举办回馈活动 让大小朋友一起跟某某的哥哥姐姐 欢乐一整个下午 然后小孩的年龄层跟成长的幅度又不太一样 所以其实最好就是说大概每隔两年 就应该要看小朋友的成长幅度去换书包 其实最早有这种户籍概念的应该是来自于日本 那新加坡注意到就是说 大人既然有很好的户籍的一些商品 比如说我人体工学的以办公桌 我有很多的一个户籍商品 为什么小孩没有 那小孩永远就是只能背卡通吗 我想那是不对的一个思维 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 亚洲区学童的脊椎的一个发育的状况 所以我们研发出了创新专利的S型被电 厂商创新S型人体工学设计 获得新加坡最佳人体工学书包 也让注重孩子成长的家长们 在书包有另一个新选择 开坡新竹万十连采访报道